接下來進行質詢的是何全峰 何議員 請何議員發言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周林文 周議員 那我們衛環部門的市府團隊 市民朋友 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想首先還是要看一下 台灣二行程機車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高雄市 我們現在在舉辦交通生態慶典 那我們也知道 黃寶局對於在交通生態慶典的哈馬興地區 對於不管是二行程機車也好 不管是全台首創的四行程機車的補助 我們都在這個部分做了一個補助 那我在這邊想請教局長的是說 你知道在針對這個補助 我們哈馬興地區 汰換了多少二行程機車嗎 請蔡局長答覆 我們大概整個算起來大約哈馬興地區 去報廢的啦 報廢的大概有兩百八 兩百八 那它原本有多少你知道嗎 原本使用中的大概 整個前一陣子去做 調查大概四百七十幾步 超過五成嘛 超過了 超過了 我想這個部分為什麼哈馬興地區的民眾 願意去把他的二行程機車 甚至四行程機車 還換成電動機車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其實就是 黃寶局就是市府在這個部分擴大的補助 我們給予相當高的補助 讓民眾願意去換 我想第二個原因還是很主要就是說 其實過去大家對於電動機車的信心不足 可是現在電動機車其實可以看到它的 不管是它的行跑的部分 或者是整個整體的外觀或什麼的 或者是它在交換電池的這個部分 都已經越來越完整 越來越完善 我想這個電動機車的品質越來越好 也是民眾願意汰換的這個部分 那高雄市我們之前通過的知識條例 我們將在2020年底禁用二行程機車 那我想針對這個部分請教局長 我們有沒有信心在2020年 汰換所有的二行程機車 來 局長請說明 謝謝局長的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一個目標我們目前的評估是 樂觀可以達成 謝謝局長 局長你先請坐 我其實對於你說的樂觀 其實還是有一點疑慮 那為什麼 因為如同我剛剛講的 其實還是要給民眾更大的誘因 如同我剛剛講的 就哈馬新地區來說 他在這一次我們加碼的補助上 他願意有超過五成的比例 願意把二行程機車來台灣 當然除了電動機車現在的效能 越來越好然後越來越完善 電池交換也越來越方便以外 其實就是政府的一個加碼的補助 那其實就這個部分其實也想建議局長 有沒有可能針對這個加碼的補助 擴充到全市的市民 讓市民願意有更高的誘因來 來台換二行程機車 然後加速我們在2020年 可以真的來搭乘 淨用二行程機車 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來實施 來請局長說明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其實加碼的補助的這個部分 在今年已經實施了 整個高雄市的 整個高雄市的在今年已經實施了 我指的是加碼到像哈馬新地區 這樣子的規模 加碼變成是那個哈馬新地區 哈馬新地區比高雄市的部分 大概一部像重型機車多了一萬二 多了一萬二 那這個部分 我們要來仔細來評估一下 我們的財政的一個負擔是怎麼樣子 那像以今年哈馬新這一邊 一台是兩萬倍 我們補助了它是兩萬八 兩萬八以目前來講的話 它買了目前包含這些新購跟泰換的 大概整個數量來講 大概有一百六十兩 太換掉的剛剛講兩百八 就是一百倍的 換掉買電動機車大概有一百六 大概有一百六 那這整個以高雄市整個規模來講 我們要仔細再算一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負擔 整個未來再加碼 多於現在萬二的這個前方 謝謝 就讓你先請坐 我想根據很多的數據可以顯示 二行程機車一台的排放污染量 其實是四行程機車的好幾倍 那其實以高雄這麼多機車 在高雄市這樣子跑 它其實的確是造成高雄市空氣污染 很大的一個部分的主要的原因 那其實很多的民眾 他不是不願意 尤其是我剛剛提到 現在在譬如說電動機車 他現在已經日趨完善的情況下 他其實他們可能是願意去換的 可是說實在的如果沒有補助的話 這樣子的價格對很多的民眾 可能還是太高 如果據我所知道 譬如說以現在全台灣 大概最有名的電動機車GoGo來說 他一步可能要將近八萬塊左右 那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補助 可以大幅降低這樣子的金額的話 我想民眾的願意去汰換的意願會更高 所以也在這邊請局長可以再去研議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再加碼補助的這個部分 盡量來做到 然後希望可以在2020年 真的可以把二行程機車做得太壞了 因為高雄市好像還有大概 接近30萬輛的二行程機車 是不是 是不是30萬輛 20萬輛 20幾萬輛 請問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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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主席 現在目前我們統計到今年八月 大概還有22萬輛左右 對 那這裡面我們也評估起來 應該會有一半以上是所謂的死車 就是他有壞 那不然車沒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預估大概整個使用的 目前還在使用中的 應該在10到12萬左右 其他就是洗車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現在整個二行程 太患有分兩個主要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太患以後購買電動二輪車 電動機車或電動自行車 這部分有關金額的部分 我們會來研議看 有沒有機會把它再往上提高 其實高雄市目前已經是全國是第二高的 補助額度的縣市 這第一個跟議員報告的 第二個就是有關純粹太患掉的 不是應該是純粹太舊掉的 就是他趕去保護的 我們高雄市在今年我們特別加碼 就是加2000 再加環保署的1500 所以變成3500 所以這部分其實也吸引了 很多二行程機車的這些車主 趕緊的去做報費 謝謝局長 我想剛剛一直提到哈馬辛這個現象 就是說有這樣子的加碼 加碼補助民眾的意願的確 的確是更願意去做這樣子的汰換的 那其實二行程機車的汰換掉 也的確是對我們的空氣污染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的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請局長 如果如同你剛剛講的 其實只有大概剩下10到12萬輛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比如說用空污基金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把這個部分 而且其實你也不是一年把它編組 一年預算把它編組 可能如果你離2020年可能還有幾年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子的處理 那請局長這個部分回去再去努力 然後我們再來研議這個部分 那希望真的可以在2020年 達到二行程機車全面汰換 來 局長您先請坐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局長的是 這個叫ARM資源回收機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這個ARM資源回收機 目前剛剛是設置了幾台 目前全部有50台 那你覺得它的效用好不好 好啊 這個部分基本上是可以回收 回收這一些保特瓶鐵罐鋁罐 所以剛剛業務報告也報告了 就是我們今年到1到8月到現在為止 也回收了319萬個這些保特瓶鐵鋁罐 那讓民眾整個回收會更加的暢通 謝謝局長 如同你剛剛講的 這個ARM資源回收機它的效用是好的 其實我們在上個會期 針對這個部分也有監獄環保局 在高雄市的各個地方 來增設這樣子ARM資源回收機 方便民眾去這樣的處理 那其實我們也看到 你在接下來有好幾個地方 都可以你們有去獎勵 得到綠點或是什麼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還是建議局長 在這個ARM資源回收機 是不是可以再更廣設這個資源回收機 尤其是在譬如說商場或是大的賣場 或是什麼便利民眾去利用這樣子的 資源回收機來做這樣子的 做資源回收的這樣子的工作 那也希望環保局局長 這邊可以在這個部分 能夠再去廣設 50台我覺得還是太少了 其實一個區50台我認為都不嫌少 你看像高雄有這麼多的大賣場 都可以去增設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局長來演議 OK 這個部分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還是比較傾向 就是說在賣場 或者是便利超商 反正就是民眾購物的這一個地點 他買來買東西 順便把他們家的這些空瓶子帶過來 局長 便利超商你講的 總共其實便利超商多少 對 當然就是要找 找適當的店 他也有意願的 他也有意願的 那我們來跟他們協調看看 有沒有辦法後面增設 那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也是一個很實際上面的困難 其實也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這個ARM後面 有後端的一個所謂的客服系統 所以在整個設立起來 需要很多的行政的成本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安家說回收回來 資源回收戶 最近一兩年 那個價格大幅下降 所以有時候變成 就是說巧妇 那個五米之吹 所以這部分 說真的財政上面也是 我們要來考量後面增點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但是剛剛議員提到的 就是多家的增設 我們會從這個角度裡面切進來 看能不能在後面 從賣場跟便利超商角度 或者是一些車站 來做後續的增設 謝謝局長 我想希望局長可以定一個目標 在明年底 比如市長的任期這一任之前 我們可以達到 比如說兩百台或是幾百台 那也希望朝這個目標來邁進 好 謝謝局長 局長先請坐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衛生局 黃局長 其實我們都知道 議會也通過了 在明年的1月1號 高雄市就要首創 在全台灣成立毒品防治局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我想這個過去 要不要成立毒品防治局 也都在一再的討論 那現在離毒品防治局 明年1月1號正式上路 其實只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 那其實過去在問你們的 就是說有關 毒品防治的相關 未來成立毒品防治局的 相關的整合的工作 比如說過去在六都裡面 都是在我們的衛生局底下 設了毒品防治中心 那未來毒品防治局成立之後 這樣子的機關 那未來怎麼樣 比如說毒品防治局 跟衛生局跟警察局 在這個部分 要怎麼樣再去更密切的配合 真的達到毒品防治的 這個樣子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局長 針對這個部分給我們一個說明 請黃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對於那個 毒品防治局的一個設立 那目前正在緊握密圖的設定當中 那議員所關心的這個部分 其實毒品防治局 毒防局的這個設立 其實一個蠻重要的是說 以前各單位的連結 是屬於有任務型 然後比較屬於被動性 但是毒防局的設立 它就變成以主動的政策規劃 那統整性的要 因為毒品的現在的一個 我們正常講氾濫啊多元異樣 可是事實上它是一個 就是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形態在呈現在影響到 我們市民的時候 那必須要是跨局處有一個 主動去規劃 主動去統整的一個單位 那議員所關心的那個毒防中心 事實上在衛生局 我們雖然有一部分的業務 是會移交到我們的 毒防局那邊去 包括法務部目前的 相關的一個 毒品外防治的一個 相關關懷員的工作部分 但是衛生局目前 自己也做了相關的安排 因為畢竟 不能是只有毒防局在工作 必須是毒防局 主導整個政策規劃之下 讓每個局數發揮它的專業 所以我們也在我們的 新衛中心裡面 其實我們也成立了 我們就把原先的 這樣子一個 毒防負責的這個股 變成轉型 變成一個物質濫用的一個 成癮濫用的股 所以未來就包括說 過去對於比較 沒有那麼琢磨那麼深的 包括我們的酒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煙害的部分 那煙害過去比較強調是 以健康促進去做 提醒大家不要去抽煙 但是我們所了解到的是 青少年其實 如果說有吸毒的青少年 其實他從第一根煙道 開始吸毒平均不到一年 所以這都是一個我們在過去的 一個政策裡面發現到說 衛生局這部分可以再加強的部分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毒防局可以把整個全高雄市的政策 做一個統整性的處理之後 那我想在包括我們的衛生局也好 或是說社會局 教育局 勞工局等等 甚至警察局 我們是一起共同來 所以這個毒防應該是一個比較 鋪天蓋地的一個工作 但是一個核心的一個領頭羊 我想毒防局是扮演它很重要的角色 謝謝局長 我想剛好是首先成立的毒防局 就是其實剛好聽局長講 未來可能雖然以毒防局來做領頭羊 但他可能還是需要其他這些 許助相互的配合 我們希望的是未來 如同局長講的毒防局 是做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不管是衛生局 社會局 警察局 大家共同來配合做好防治毒品 這樣子的工作 而不是說毒防局成立了 好像這些工作就都丟給毒防局 或者是說疊床加勾搭 也說推一推 不知道這些工作 該是哪一個局處來負責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的整合 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 也希望局長這邊跟市府 共同來努力未來 共同來防治這樣毒品 然後真的讓毒品防治局 能夠有更大的效用來發生 謝謝局長 局長 您請坐 謝謝局長 接下來剩下一點時間 我想請教一下環保局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高雄市有四個焚化爐 很多人都跟我們說 高雄市是全台灣最多焚化爐的地方 也是最多可以把垃圾運來高雄燒的部分 那請局長可不可以當然跟我們說明 據我所查的資料 高雄市四個焚化爐加起來 一天如果以設計量來說 它其實是可以燒五千多噸 五千多噸 那目前大家也都跟我們說 高雄一天就可以燒五千多噸的垃圾 其實高雄應該來努力解決 台灣現在的垃圾問題 那這個部分想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的五千多噸怎麼做分配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燒到五千四百噸 然後來解決全台灣這樣子的垃圾問題 是不是請局長說明 請蔡局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五千四百噸是目前我們四座爐子的設計量 那是設計量 那這個量以目前的一個四座爐子的一個狀況 因為都已經非常老舊了 大概都已經十六年十八年了這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現在每天如果是正常 正常的一個處理 大約是在三千 目前大概在三千四到三千六左右 所以應該只是原來五千四的三分之二 最多是目前的大概六成多 六成多的一個比例 所以五千四百多噸這個部分 目前是沒辦法達到 所以我們現在也只要安排整個爐子的一個 未來的更新 跟更換相關的這些屋房設備 還有冷卻的設備 謝謝局長 局長你剛剛說我們目前大概可以 設計量的三分之二嘛 可是我如果從你一到六月 一到六月這樣子的垃圾噴化量來算 其實沒有達到三分之二啦 沒有達到三分之二 大概在五分之三 甚至接近一半到五成到六成左右的效能而已啦 那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過去在議會一直跟局長探討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個是民生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從去年開始局長就告訴我們 環保署針對全台灣的粉化爐 要來做設備整備的一些處理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已經一年到現在到大概已經一年了 已經一年過去了 不知道我們剛好是針對這個部分 跟環保署爭取的這樣子的經費來做 這樣子的設備的處理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進度 那以及什麼時候可以來完成 然後真的恢復我們粉化爐的分化量 好謝謝 那個謝謝議員關心 有關粉化爐這個部分 有關要做更新 去年我記得何議員也有很關心這個議題 那今年7月的時候 在環保署那邊經過行政院也核定了一個多元垃圾處理方案 那這個方案裡面就其中就有大概會有 有切出來大概會有110億左右 110億左右是針對我們現有的這些粉化爐的一些的研議跟更新的 那所以目前來講環保署也有把相關的這些的作業的規定 都有送到地方政府來了 我們現在正在針對它的一個相關的規範裡面的補助的要項 再提具整個計畫書買給環保署 那前面有關於規劃的部分 更新的部分目前正在準備了 那前面規劃的部分已經提過去了 已經提過去給環保署了 環保署那邊有一個規定的 就是說每一個爐子在規劃 包含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包含要進行後面的一些細部的設計 一個爐子原則上最高給2000萬的金額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提過去給環保署 然後等到他們核定下來 我們就可以針對目前的這些爐子的部分 進行像環境影響評估的一個差異分析的流程 或者細部設計基本設計更新的部分 那等到這個出來之後 需要多少工程費 需要多少工程費 再去跟環保署申請工程費的一個狀況 目前是這樣 執行的期間是從明年107年到111年 這五年的時間來執行相關的更新 那我們會安排我們高雄市的這些爐子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處理 好 謝謝何全峰何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方慶怡方議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們事務環衛部門的團隊 以及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新聞媒體先進 還有電視機器前面的我們四名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首先本席呢 等一下針對環保局 等一下問蔡局長 今年9月初嘛 我們霍晉溪上游 我們的那個斯隆溪 溪水遭這個不肖業者 以這槽車來拖到這個工業 這個廢水的一個部分 整條一個西隆溪 可以說這變得 顏色變成一個橘紅色 這個範圍呢 從我們的一個 人武區的一個 一大路的仁義橋 至成關路的仁武橋之間 整條區可以說都受到非常大的一個污染 在此我想請問局長 環保局長 針對拖到這個廢氣物 這個廠商 這個已經抓到了嗎 請局長先回答 請再去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方議員關心 有關9月初的這個案子 目前來講這個案子就是有關東西 整個發現它的地點 其實是在那個異大二路 異大二路已經快接近那個異大世界了 那所以我們發現的時候 也到現場去做了解 包含做一些採樣 那這些的情形 發現這是應該是金屬表面處理業 它本身處理後那個肺酸液 發生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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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裡面有的 其實不好意思 剛才你說我聽不懂清楚 在這邊說一次 酸東西那個肺酸是什麼東西 那個肺酸 那個肺酸 那個肺酸是金屬的酸洗業者的肺酸 所以他們說是非常堵的一個部分 它其實那個是酸 酸的部分應該酸洗的部分應該是非常堵 有的業者有的 現在這件事 我們當時把收集這些資料 現在其實都送給環保檢察和橋檢 目前在辦 已經有找到那個可疑的廠商 因為這個案子目前正在偵辦中 我比較不方便整個在這裡說明太清楚 市長我再另外請教你 有沒有針對它這次拖道 產生我們吸水一個污染的一個程度 有沒有真的去檢驗 有沒有分析報告有沒有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 我們當時不管是當天發生 9月2號當天發生 或者是說隔一天 整個後進溪的水 我們都有去檢測 它在後進溪裡面的 這個pH大約是6.5到6.8左右 其實已經快接近中性了 簡單說就是它倒下的那些肺液 那些灰水被後進溪的這些水 有稀釋掉了 所以這都有檢測 所以相對的還是非常的劇毒就對了 本市為什麼那麼關心呢 你知道那個 我們的下游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牽涉到後進溪的下游這個部分 橋頭跟子關 我們差不多一千多公頃的一個灌溪用水 都是靠後進溪的水來灌溪的 所以這些水 如果是灌溪用水的那個原因 是他們說 照我們的民生食品來講 是非常的劇毒的 所以局長你先請坐一下好不好 我先請衛生局長 那依他剛才一個表述 剛才局長一個表述 這個地方產生非常的一個劇毒的話 那這個部分假如再用來灌溪的話 這些農作產品能不能吃 依你的狀況你覺得這個 就剛剛所了解 你是專業嗎 為什麼要問你 你是專業 它的劇毒可能第一個是農作會死亡 第二個是說它相關的重金屬 或是相關的一些 比較屬於有機的部分 一個毒性的部分 那當然是屬於不能使用的部分 當然是不能使用 但是我們目前灌溪用水 還1000多公頃 還是使用著這些 這些後進溪的水 所以為什麼後進溪的一些 排會的這個會水 對我們後進溪非常的重要 好 局長請坐 謝謝你 局長 那個等一下蔡局長 你稍微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後進溪 一直本溪這麼非常關心 你也知道 但是目前後進溪 整個後進溪的檢驗部分 都還是非常嚴重的一個部分 甚至有些表述是非常嚴重 甚至中度的污染 這代表說這條溪 坦白說還有非常大的一個改善空間 甚至我們如何跟我們水利會 我一直強調 如何跟我們水利會 做合一個聯合來積查 不管是聯合積查也好 或者提出一個如何的改善方向 本期在此也要再請問我們蔡局長 你如何有效來防止這個業者來托牌 讓這種行為 讓這些不效的業者 不敢再來犯法 請局長先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蔡局長答覆 好 謝謝 那個 跟方議員報告 有關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施隆溪這個案子發生 我補充一下 當時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立即通知了水利會 所以他們在那個 心中治水閘門 那個南河宴的地方 不再取水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當時都有進行緊急應變 有關後進溪的水質的部分 其實有兩個項目來跟議員報告 第一就是說 我們環保局目前在推動的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後進溪要來執行 氨淡的一個總量管制 氨淡的這個總量管制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說 在後進溪裡面 它的汙染物其實一個氨淡的東西 是目前管制上 有它的一個瓶頸 所以現在我們要推動 氨淡的總量管制 大概今年年底 就可以整個對外去公告來實施 第一個部分 在後進溪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汙染源 就是青浦溝 青浦溝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上面 很多都是民生污水 它流下來很多都 它的BOD跟SS很高的 現在目前水利局已經整出了一個價位 把環保局整出了一個價位 要在那裡做一個限定處理 那個地方就會減量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在主流這個氨淡到 本身這個民生污水的部分 會加起來 整個後進溪的一個水質 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改善 當然我們還要再努力 很多還要再努力 其實這我知道 你所說的是 簡單一個固定污染源 我現在是針對這些不肖業者 不管是托牌也好 托盜也好 這些人要怎麼管制 因為目前的法則 可以非常輕 就是超過輕的 我們更加到白 更加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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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如果沒有很嚴格 來執行這些 違法的一個事業的一個 一個集合的話 坦白講 這種東西永遠防止不了 對不對 我再給議員補充補充一下 油管其實是 頭白 還是說坐車頭的 頭白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整個後進溪溪 包括其他的風山 其他的溪流 一直在撐 撐到就是天空 只要撐到就是天空 我知道你撐到就是天空 但是我所在你的 業務報告裡面來看 你總共有百幾個的 這個污染源 對不對 你的財法 兩千幾萬而已 平均一家 一二十萬而已 對不對 一二十萬 對業者來說 是不痛不癢 甚至擺出那些錢 你這些法款更少 對不對 所以相對比例原則 絕對是不夠 所以你要有明確認知去判斷 他是故意的 還是無益的 對這些故意的污染源 偷牌的業者 相對的罰則 我坦白說 他就這麼故意了 對不對 相對如果沒辦法 對他拿去 是啦 所以在你的業務報告 你抓百幾個 你如果兩千幾萬 這個法款的進帳 而已 對不對 所以本席在這裡 再次強調 這次強調 針對這些偷牌的業者 市政府應該有那個決心 宣誓 要嚴懲這些偷牌的業者 甚至 是不是可以提高高額的獎金 給這些檢舉的檢舉達人 有沒有辦法 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 跟議員報告 其實 在業務報告裡面 列出來 是行政法的部分 另外 頭白的部分 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涉及到以上法辦 因為這有刑事責任 所以以上的部分 是一個部分 其實那是刑責的部分 第二 議員 你剛才提到的 檢舉獎金 這部分已經定下了 已經定了 最完甚至可以達到 罰還的百分之六十 我們之前在林武那裡 有處罰一間 法理五百幾萬 結果那個陳情人 陳情人最好 他可以領到百分之六十 可以領到 將近三百萬 林立這個部門 就是我們衛生局 要多多宣導 對不對 鼓勵民眾檢舉 你像人這樣拖到垃圾 或者都亂丟菸蒂 你們環保局 環保局也是有檢舉獎金 所以很多檢舉答案都下去了 但是針對這個托牌業者 反而就少了 因為可能是 他說證的一個 比較困難度也有 這困難度比較困難的話 相對就是要 要克安環保局 自有一個力量才有辦法 所以我也希望說 環保局針對這個部分 多多來加強 讓我們這個環境 能更加的乾淨 這樣而已 讓我們的 後進溪也更來 越來越漂亮 這樣而已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請局長 多多加油 好不好 好 謝謝 這個部分 檢舉獎金 檢舉的辦法 三米會的其他 包括 對外選得 我再來加強 謝謝議員 的提示 謝謝機長 請坐 接下來就是 針對我們市政府 11月1號 市政府在哈馬新地方 離職是2017年的 生態交通全球的盛典 這個盛典 熱鬧滾滾的在敲鑼打鼓 向全世界在宣誓說 高雄市是一個 餘居共享智慧化的 一個都市未來 可以見到高雄市的 一個推動生態交通的 建設的一個成果 但是本時 感覺一切都是謊言 為什麼感覺都是一切謊言 大家都知道 未來一個電動車 是未來一個趨勢 未來一個汽油 會改成一個電動車 這也是一個趨勢 但是根據交通部 的一個統計 現在全台灣 一共建設了一個 800多個 一個汽油的充電站 高雄市只佔了 一個兩個充電站而已 也就是大部分都集中在 台北市、台中還有台南 這三個都會區 反而高雄市敲鑼打鼓 說是一個非常 一個利能一個都市 目前只有兩個一個充電站 這等於是自打嘴巴 尤其我們在2006年 這個環保評比 依據台灣環保聯盟 還有看守台灣協會的公布 高雄市只能是一個B級的一個城市 本期還是要再請問局長 蔡局長 未來我們的電動車 電動車 是不是會取代我們 男友的一個汽車有沒有辦法 請局長一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電動車會不會取代 我知道是很多 國外歐洲很多國家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但是其實電動車 會不會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要考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電池科技的進步的狀況 現在就是不管是電動機車電動車 其實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續航力的問題 以及充電時間過長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部分是未來要克服的 你剛剛說的重點 這是續航力的一個問題 就像你在加油一樣 有些是耗電耗油非常重的一個汽車 他到哪兒買 每個地方都需要一個加油站 你汽車也是一樣 不管你到哪裡 即使你從高雄到台北 只要一個充電視 但是你還是要四處來找一個充電站 反而高雄市是沒有 你怎麼來推動綠人產業 你在高雄市市長在那邊推動 敲鑼打鼓 推動說高雄是一個綠人城市 結果呢 我們只有兩站的一個充電站 所以說 這是坦白講 是一大非常大的一個紅視 所以本期還是要請局長 針對這個充電站這個部分 未來是不是有辦法繼續來加油 繼續盡快來推動 那我們的綠人產業跟著上 世代的這個潮流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辦法 請局長先回答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 有關電動車推廣 跟這個充電站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跟交通局 會來跟師傅的這個單位來做討論 現在其實我們推動的重點是 電動機車的充電的充電站 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它需要的裝備 或者它的充電的一個設施 局長 這個我們來了解一下 局長 你怎麼知道 甚至有些賣汽車的製造商 已經都宣布了 它未來不做不生產 燃油汽車了 這代表說 未來我們的產業 還是朝向一個 令人的一個電動汽車的一個產業 但是我們目前都還沒有辦法設站的話 怎麼來推動呢 對 跟著上未來我們的汽車產業 對 包括很多我們的設站的一個部分 我們很多的一個公有的一個地方 都可以設 對 包括很多 包括議會 這個很多的停車場 包括哪一個地方 甚至我們市政府 很多我們的公有地方都可以設 不一定要民間來處理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請局長拜託 還是要針對這個部分多多加油 市長在那邊推動令人產業 才有辦法跟得上 不然我們後面好像都跟不上 數據一拿出來 反而是台北市比較積極在處理 台中也跟得上了 結果我們高雄市還在那邊停在遠點 結果我們喊的最大聲 敲鑼打鼓的最大聲 對 拜託這一點 拜託局長 局長請坐 謝謝 最後一點 等一下 請 我請教那個衛生局長 針對我們高雄市 我一直對這個表 非常的納悶 我們長期都以移居城市 我相信局長你是專業的一個專家 對於人的一個長壽的部分 我相信你也最清楚 為什麼生活在台北市就可以長壽到83.36 反而住在高雄市是最後一名 就是說 住在高雄市的最大名 對不對 怎麼 向世界宣布 向全國 向世界宣布說我們是一個移居城市的一個地方 住在高雄市的人要減四倍多呢 比台北市要減四倍多呢 對不對 針對這個部分先請局長先回答 本席一下好不好 請黃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對於我們高雄市平均餘命的這個部分的關心 那確實這個數字是在去年 我們105年的數字 那我們在六度當中 我們高雄市是最後 對 第六名 那這個現象是在過去 包括好幾位台灣的公衛學者 就全台灣的過去這三四十年來的一個 平均餘命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過去就是長期的就是最後一名 那我們目前我們有估算過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在改善 這其實也是一個重點 那就合併以來到目前為止 那就六度當中我們增加的平均餘命的那個年數來講的話 我們速度在六度大概是第三名 所以應該是說有在做一些改善 但是還不足以滿意 為什麼大家都往外面的城市去跑 高雄市的人口反而是減少 所以我想大家看到這個數字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數字 我相信在座住在高雄市 要想清楚說為什麼我們住在高雄市 沒有辦法像台北台中這樣的長壽 這是你局長要認真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反而你是一個專家學者 甚至你要提供一套更好的一個解決方式 明確的一個答案那才對 對不對 不要讓我們住在高雄市都非常的怕 我如果住在高雄市我會再加多四歲 我如果住在高雄市我會減四歲多 對不對 什麼人要住在高雄市 對不對 住在高雄市的就減四歲多 對不對 所以我很多事情包括我們的環境衛生也好 包括我們的空氣品質也好 什麼都包含在裡面嘛 包括我們整體的生活的品質也好 都是醫療品質也好 都是包含在裡面 你要把這一套用你專家學者 你又是站在衛生局局長一個專業一個知識一個 一個學者的一個部分 來提供市長一個更好一個如何提升 我們如何住在高雄市長壽的一個部分 如何讓我們高雄市成為一個長壽市 那才叫做宜居城市 不是我們嘴巴講的 剛才講的敲頭打鼓 我們都是宜居城市 結果是不是顯現出來 還是一個最後一名 還是大家住在高雄市的人都要低名 這反而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不對 大家都要加油 針對問題我們共同來解決問題 環境不好我們共同來解決環境 環保不好我們共同來解決環保問題的部分 醫療品質不好我們共同來解決醫療品質不好的部分 那才是一個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地方 再一次謝謝局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再一次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我們的事務團隊 大家辛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方興元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陳翠軟陳議員質詢 謝謝大會主席和州議員 還有我們的環衛部門的所有局處所長 我們的議會當年 還有我們記者媒體先生小姐 關心市政的所有市民 大家好 本校陳翠軟 針對環衛部門的業務報告提出質詢跟探討 首先 針對我們衛生局 本校 獨彈在查那個賣場嘛 那用最多的應該是在早餐店喔 所以 獨彈流竄北市早餐店 農委會喔 招批把關破功喔 來這個有新聞媒體影片請播放 然後不到一個月 北市衛生局又抓包 分譜泥彈 在市面上流竄 從台南正坤畜牧場 進貨的北市經濟區永吉彈行 1.8萬顆毒彈 批發給早餐店 餐廳小吃攤 菜市場 農委會被質疑 把關破功 那針對剛剛那個新聞媒體 所報導的毒彈事件喔 本校在我們的衛生局 有報告裡面 大概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 這次都沒有提到毒彈的事件 如何處置喔 所以 本校也是 就叫有關於我們的 食品安全的問題來 請教我們衛生局局長喔 我相信我們台灣先彈 半數都出自於彰化嘛 那屏東也是我們毒彈 風波的主角喔 那台灣鮮蛋產業主要都 可以分為雞蛋及鴨蛋兩個部分 那近年來雞蛋的產量約為 六七十億顆喔 那提供我們餐飲業 烘焙業以及我們傳統市場等 散磚蛋為最大宗喔 那佔整體的生鮮雞蛋 數量超過六成喔 那根據我們龍委會 促清統計 調查結果喔 去年第二季全台飼養的蛋機 數量超過三千八百萬隻喔 那觀世彰化地區的數量 就高達了一千七百五十萬隻喔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人都很愛吃蛋嘛喔 所以都會從早餐開始的喔 那從民國五十年代到現在 台灣人吃蛋油平均每人 每年消費三十顆蛋喔 增加到三百顆以上喔 幾乎等於說每一兩天 就一定會吃到一顆蛋喔 那根據我們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統計喔 台灣人一天雞蛋需求 就要有九萬一千七百箱 那等於一千八百萬顆喔 那等於平均我們一個人 大概一兩天就吃一顆蛋喔 所以那我們衛生局喔 我們衛生局以我了解 我們處理銷毀的蛋大概有五千兩百七十一公斤喔 那一公斤就等於差不多十五顆蛋 那大概我們所查獲的約有八萬顆蛋喔 那像我們比如我們的路主的益順 還有林東行這兩家飼養的雞 雞雞它的數量各為兩萬隻左右喔 那大概就四萬隻嘛 那一個那一隻雞差不多可以生產一年喔 差不多三百萬顆的話喔 三百萬喔 三百顆的話 那等於說我們目前找回來的 扣押的要銷毀的八百萬顆蛋喔 等於說流入市面的只有四分之一銷毀而已啦喔 所以本市的領域是說大部分的已經都進入我們消費者的 肚子裡面了喔 所以那衛生局我們八月二十九號跟八月三十號 那麼共機查食品業者七十八家喔 那包含二十八家的販售業 也就是說我們的賣場還是超市喔 那四十家的餐飲業還有四家的烘焙房 那還有六家的蛋品工廠喔 那我們都沒有發現使用的問題的蛋品喔 但是喔 但是本席認為說用蛋量最多的最大的應該是早餐店喔 早餐店喔 那還有我們傳統還有我們的家庭主婦最愛去菜市傳統市場買那個散磚蛋嘛 比較便宜嘛 我們衛生局對外都宣稱 對外宣稱都是查我們查核一些超市或者是大的廠商嘛 可是針對我們的早餐店還有我們的菜市場喔 這其實他用量他用量用蛋量最多的 我不曉得針對這個我們衛生局局長這裡喔 有沒有跟我們市民說我們的早餐店還是說連連 我們高雄市喔有上千街的一些連鎖的早餐店嘛 五瓜傳統早餐店還有一些路邊的喔用餐車這些早餐店喔 還有一些我們的菜市場的一些蛋品 我們他們使用這個蛋品到底有沒有安全 我們好像都沒有在都完全不曉得到底有沒有安全嘛 所以針對我們用用蛋量最多的早餐店 傳統菜市場這裡 我要在這裡請教我們的黃局長喔 我們有沒有繼續在查核去追蹤 另外我們的早餐店跟菜市場這邊的調查 那他的狀況到底有沒有在調查 請簡單來回覆一下 好請黃局長答覆 好謝謝主席 感謝議員關心今天的問題喔 那雞蛋的這個雞查 這檢查的部分是在地方上我們是跟農業局一起把關 那農業局負責是產地的部分 源頭管理那衛生局做的是市場端的管理 那不太一樣 那中央的話是衛福部跟我們的農委會 那議員關心的部分其實農委會 透過農委會的系統在整個分布尼事件裡面 其實它是全國所有的蛋機場全部都淹 所以這個部分事實上就整個在 是源頭的管理其實最重要 因為源頭管理如果出來 它本身對於蛋有時候他們進的 蛋商進的在混用之後 事實上後面的一個部分 我們沒有每一顆雞蛋上面都像有些 有每一個雞蛋都要求打上它的一個 一個產地的一個狀況下 那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 那在市場端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衛生局我們有一個計畫 那這部分是也包括是接受我們那個衛福部的 那議員關心的這個部分是 對啊 黃局長 北傑意思是說 我們有對外宣稱有查核一些超市或大廠商 那針對早餐店還有一些傳統菜市場 我們有去了解到底有安全嗎 我們市民的健康安全有沒有把關 這樣而已 有嗎 像我們的桃園還是新北市都有在查核 那想請問說 我們用蛋量最多的菜市場 還是早餐店 我們有那個把關到底在使用的 它的用蛋 它的這個存蛋還是它的用蛋 到底有沒有安全 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計畫是我們全面性持續性的 在做這個市場端的一個機場 那這部分對於有關於早餐店 還有相關的一些菜市場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計畫陸續在進行當中 本行是說建議說針對用蛋量最多的菜市場 還是早餐店 其實是直接接觸我們高雄市民 它使用最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要特別接觸這個 因為這是它最主要的通路的問題 就是早餐店 還有一些我們的傳統菜市場 所以本來是希望說 可以了解他們的用蛋量 還有他們的存蛋 它的到底有沒有安全 本省的意見是這樣 目前我們會繼續做 做我們的計畫當中 那我們會謝謝議員的關心 這部分其實會有陸續做相關的一些機場 所以會把關 本省是說希望黃局長 這邊特別為我們高雄市民健康來把關 尤其我們的食品安全的問題 要特別嚴格來把關 要不然 剛剛本市所分析的 大部分已經一些毒蛋 已經都流入我們消費者的肚子裡面了 所以為了我們市民的健康安全 要不然 希望我們 簽隊這個 用蛋量最多的早餐店 還是我們的菜市場等等 應該要更特別去打關 這個食品的衛生健康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跟農業局這個部分就 麻煩我們很像聯繫 給我希望說我們衛生局還是農業局家 很像聯繫的合適 忙喔 護梯 啤 啤酒這樣 這樣好不好 為了我們的市民的健康安全來打關 或者說默契很好 好 你請坐 謝謝 但另外本市在針對我們的勞工局 因為我看我們的勞工局也有報告 找工作都要送獎品喔 來充人氣喔 那本市覺得說我們勞工局的方向有沒有正確喔 在這裡 尷尬我們年輕人都留不住在高雄工作喔 所以薪資差太多喔 所以網友說 台北薪水流到50K 回到高雄腰斬差不多存2萬幾個而已喔 所有李教杰的新聞影片請播放 請播放 不少 不少人都北上尋求更好的工作發展 不過這位網友分享在台北原本50K的工作 回到了高雄卻只剩下29K幾乎腰斬讓他好錯喔 朋友甚至直言高雄不管什麼行業薪資都比北部低 有店家中餐飲業店長竟然只開出21K 軟體業同樣慘 在台北月薪5萬回高雄剩4萬 不說投了20封履歷只有兩家可回覆 我相信我們高雄留不住年輕人 大家都知道原因啦 所以是我們高雄整體高雄 它的產業不但是產業失調 和薪資的結構也是出問題喔 所以沒有一個穩定的薪資 所以留不住年輕人喔 所以我們的年輕人都往台北跑喔 那我從我們的勞工局的業務報告裡面喔 那有那個強調增強線上傳遞的一些資訊功能喔 我剛才這個多元的求職管道真好啦喔 那依照我們的青年接觸媒體的習性喔 我們有設置愛工作的APP 還有Job好康臉書粉絲團 那還有線上求職喔 等等這多方面多元化的電子參與的管道喔 那強化與青年學子互動還有傳遞就業一些訊息喔 本身覺得說這個多元求職管道很不錯喔 但是喔 我們在這裡探討一下喔 它106年1月到6月 那愛工作這個APP 它的統計有兩萬三千八十九人次下載這個使用喔 那Job好康臉書的粉絲團喔 那粉絲人數也統計有兩萬一千五百六十四人次喔 那線上求職喔 卻只有410人次在使用喔 查很多喔 查很多喔 那下載APP 那也不代表就會使用這個功能喔 所以它線上求職六個月 只有415人次在使用 那平均一個月差不多六十幾個人在使用 那等於平均一個人喔 平均一天只有兩個人在使用這個使用喔 所以 本身覺得太低了 是不是有問題喔 是不是出了狀況 是不是 是不是有問題 我希望我們勞工局這裡是不是要探討一下喔 那另外我們勞工局 他Job好康的FB粉絲頁喔 都送禮物喔 本身就簡單舉例一下 我這 像 那粉絲團在這邊 就是有一些 都送一些禮物喔 這簡單有這裡 因為時間關係喔 所以本身是說 感覺 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粉絲頁 這網站的經營 怎麼是都一直在送禮物來鼓勵啊 所以 是在充能器也不是這樣 我們的粉絲頁應該是為了我們的勞工來找工作來經營才對喔 可是反而是粉絲頁都是在送禮物來喔 就是 就是 來 信箱喔 所以 按讚特別多 按讚特別多 那反而 一些有波工作訊息的相關訊息喔 反而 很少人點閱喔 是不是 我們這個功能有本末倒置啊 所以 是不是 老公局政局長 你簡單回應一下 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 青年就業的關心喔 我們會有一些禮物來 協助求職的民眾 我們是希望喔 其實現在求職的管道很多 一般的民間企業也有在做 那其實公部門的服務 過去就業服務的部分 可能大家比較少接觸 我們希望透過送禮物的推廣 讓大家知道公部門的就業服務 其實做的也很好 尤其是對一些特定對象 比較弱勢的喔 他可能在求職上面 比較沒有自信心的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推廣方式 讓他來知道公立的就業服務機構 是可以協助一些比較弱勢的勞工 來找到一些比較穩定的就業環境 所以 至於剛剛議員所提到 粉絲業的宣傳等等人數少 這部分我們再來 來檢討看看什麼樣子 讓我們的使用的人數 會更多元更廣 對啦 鄭局長 所以不是說 我們的粉絲業 你的利益是很好 但是 我覺得是應該 為我們勞工來找工作 來為首要啦 但是 我覺得我們像是在充人氣喔 所以都送禮物來充人氣 你送禮物的一些天文就特別多人按讚 那反而找工作的相關訊息 都沒什麼人要看 我們是不是要探忑的 是不是有本末導致 還是說 有 是不是有一些真的需要工作的人 他不知道如何使用這個網路 因為有一些中高齡 一些失業的 他很需要工作 可是他不知道如何來使用 這也是 我們要去了解去探討一下 好 好 那是不是說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 是不是 沒辦法吸引他 那我們或許可以 集合一些 創業的資金 讓他鼓勵一些年輕人 來創業還是怎樣 是不是 要速課一下 是不是 本省是希望說 我們勞工局 會讓你們多人在用線 非常辛苦啦 好 謝謝議員的指教 我們會來檢討 好 你請坐 另外 針對 我們勞工局 我們8月2號 政局長你一個貼文 引起很大的回應 你剛才我要說什麼 這個鈔票照片 這個好像是 我們政局長到 回到母校去演講嘛 那因為提早一個小時到 所以跟之前的一個清潔工阿姨聊天嘛 然後他有訴說一些 因為清潔工的薪水很低 要照顧他中風的老公 還有等等一些的困境嘛 你也幫他協助一些工會 那工會這邊也馬上 掃出溫暖的時候 有 捐贈有 兩分鐘 所以 就是工會這邊秘書也 贊助了六千塊 你也馬上給這個阿姨啦 我覺得 非常貼心啦 但是 我覺得 你這8月2號的貼文 為什麼引起很多網友的圍攻 你了解嗎 因為 我們勞工局應該是 爭取勞工的權益 還有 就是 勞減 等等的 可是我覺得這貼文 貼下去 反而讓網友 就是 引起很大的一些 就是 憤怒喔 因為 身為勞工局的主管喔 應該 要為我們勞工 爭取更多的權益 那應該是說 你應該要 為阿姨 說他在這 服務十六年 週休都沒休 還是等等 應該幫他爭取更多的權益 不是說 一些 就是 一些贊助還是 這樣喔 所以 不是 就說故事 講一個故事而已喔 所以 有 我從你的FB這裡喔 看到 幾乎 有一百多個 留言喔 可是留言 大部分 都是 電工喔 對勞工局有一些怨言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 應該是 不要消費 這個 勞工啦 所以 講對 本書所說 你8月2號這個貼文 有 為什麼引起這麼多的 反應 還有一些勞工 八成都對我們勞工局非常有怨言 因為你身為一個勞工 局一個主管 應該不是 就是 撐出原 請 請政局長答覆 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 陳議員 對於派遣勞工的關心 其實 我們知道 這個派遣勞工的勞動環境惡劣 這不只是高雲市的問題 這是全國的問題 所以每年高 我們高雲市都會針對派遣公司做勞動檢查 甚至於最近我們也配合勞動部 跟針對於我們轄內的各個大學 因為像這個清潔阿姨的狀況 很多學校其實都有這種派遣外包的情況 所以我們對於清潔或是機店維護等等的派遣公司 我們也現在正在進行全面的勞動檢查 所以對於這些弱勢勞工的權益 我們一直都非常的努力 也感謝議員的關心 是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春然陳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張文睿張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環圍小組 我們環圍小組 我們國局處 我們所有這些主管 大家電視機頭前所有這些關心市場這些好朋友 各位媒體 就是柔YoYo Nancy 各位宇宇寺 大家幸好 不順 Chuck 比如說香港 所以 我們走遠 為我們可以說 然後部分公公會 Medicare 1000全 你可以說�� 好買嗎 我走上去不是 write click 農業小組很多人對我們動業的事情 拿出一些農地應的問題 那麼後面就是依我們的工業為主 可以說在民國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可以說我們的企業界 台本都外流 外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導賊環境還不好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新租比人更高 所以當時可以說 民國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時候 可以說都外流 去東南亞 尤其去台北街 但是可以說經過這幾年來 大家都知道 可以說工資 我們台本應該是都比 差不多其他東南亞的國家 都比較多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 醫療醫生 對新的政府開始是一如一所來 實際是說要為了老主 兩方面都可以討好 結果呢 可以說實際來 可以說老風不但不好 可以說非常慘 可以說慘慘的原因 你們就是說什麼情形呢 可以說呢 現在都實際 主風 他要叫你加班 一天要叫多少 這個薪水 他才會叫你加班 他自費說非常重要的 他才會叫你加班嘛 都實際 都實際 可以說主風公司這邊 需要你 叫你來 你也要來 不叫你來 你就不可以來嘛 當然呢 每間公司 大家公費 都有這麼有帶來的 這個公費組織 但是公費 是可以說 你的 這段時間大家都說嘛 可以說我們的新的行政營定 我們的耐順 他可以說是醫學界出身的 他是醫生出身的 我現在說的就是 我覺得尚激通人 可以說這個生產項目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醫療部分 特別比較重要 可以說 我們這次醫療醫生之後 還有一些公立的病院 可以說他們的 應該差不太多 但是一些屬立的 区域性的病院 他們現在說的 醫生應該是都專業 醫生專業 醫生專業他沒有受到 醫療醫生的健康 但是其他 醫生之後不管是 藥介書也好 其他一些那些團隊 可以說那些作秀社會 都有 都有 關係到 我們醫療醫生的健康 所以很多 可以說 適立的病院 現在為了醫療醫生 他不要叫這些原工加班 所以他都減盡 甚至 可以說 掛護費提高 甚至 我們 國務局人 都是假期在看病 他們假期 他們不要 受病人 那個停止 有啦 所以我會覺得 這對我們醫療界的 富裕最重要 我不知道 這點 我們的衛生特長 跟我們的勞工特長 這邊 有做什麼 比較大的切施 要來解決這些問題 事實說 這個醫生 他有他的專業 國科 國科有技 國科醫生的專業 你說 衛生科 可以說 化科 精神科 都不一樣嘛 可以說 他們的都專業 專業的 他們也不能都來代替 都一定是 固定那些人 你如果說 要叫他們加班 有時候算 他們的加班 會不會太貴 他們就不合 他們甚至 他們都不合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對 我們公家的 私立病院 公家的 公務員 他不是 醫生的衝擊 但是私立病院 就有這些衝擊 尤其 他們的 甚至 比較增加的 精神病院 甚至 為 今本拜託 他就不要去 英時 他就要聽進了 我是 在這裡 我要來請 請 衛生局長 對這點 衝擊 你有什麼 發生 有什麼看法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關心 醫力修 對於 醫療人員的 工作的負擔 不過 有一個前提 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 醫療人員也是人 他不能 醫護過勞 就是說 不能太過癖 雖然我們民眾 有很多需要 但是 在醫療人員 如果是過去過勞 的情況下 其實 醫療品質不但不好 甚至 造成 我們 反正的一些危險 所以一個前提 之下 當然是 有些 適當的一些 安排 那 從衛生局來說 我們是 包括透過 我們的 醫事管理系統 去了解說 包括 這些 白板的情形 是不是有正常 是不是有 因為這樣 引起 民眾的 就醫也不方便 等等這些 當然 那個 醫院關心的部分 有一個 比較要緊的就是 因為我們基材的精速 尤其是 比較長的部分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 一些便宜 這個 在我們 精速的部分 因為他過期的 工作方式 包括他的有書 他的給理書 種種之外 其實他的工作的時間 會受到說 他理醫生需要 增加 他的 薪資的部分 不過我個人 因為說 這個人的工作 本來 登記性的 加班是不對的 因為正常要受 一定的工作 所以 包括這個 適當的 工作量 我們這些有書 給理書 在工作 確定有好的品質 這也應該的 所以 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做得更好的 一個 上班時間的調整 這是一個通常的 另外就是說 在那個有書公會的部分 我也有跟他們做一些 了解 大家做一些協調 就是說 有些 因為有書 你一個精速 可能跟一個有書而已 但是 他可能 拜六禮拜 有時候 種種家 他們去 工作的時間 我們想等這個 補分 有書公會也有做一些 對一些有書做 那個 報備資源的補分 這也有進行 所以 其實 我想我說 大家要做一個模仿 就醫方便 很重要 但是 醫護過欄也要注意 這要達成平衡 我想對 市民的健康 是比較好的幫忙 好 叫您聽聽一下 應該 日本的體力有哪有看過 我們台台 我們可以說 台灣 送大經的這個便宜 大概 五月份開始 可以說 拜託 那個 那個 停順了 我聽說 我們中間 好像不知道六月份 七月份 軍進了 那實際這實際是 對 我們可以說 一些民眾 可以說 要看病人 帶來 不方便的所在太多 實際醫療 是非常重要 你們免 換天 我是覺得 從這點 要把衛生局 要把關 做七點的工作 接下來 我就要來請教 我們 這個六港局長 可以說 不好意思 六港局長 可以說 我們 我們全國現在本區的 這個六港的委員 是 應該我們 正常的中間 我們六港局長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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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你審為一個勞工局長 這次要審的修法 你有差不多稍微知道說審的修法是怎樣 你有差不多說叫我們 像說我們是六都基因嘛 你局長有去參加這次審 要審的那個因為很多人都要了解 甚至那個大工大學 你可以跟我們所有的高雄市 我們這些市民朋友 不管是去到處都會感到 讓人了解一下好不好 請你回答一下 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長議員 對於我們威力稍的關心 其實我們公司是在去年12月底 開始錄機關修法之後 頭一個公司 我們是最積極的 到目前已經辦過600規定的宣導會 就是盡量讓我們的錄工 可以知道現在法庭新的規定是怎樣規定的 另外一部分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600規定的宣導會 來知道我們的需要單位 還是我們的樂工對我們的修法有什麼修法 所以包括我們的部長 部長也兩次來高雄 勞動部長來高雄 包括市長也都來 就是希望聽高雄這些我們的樂工跟我們需要單位 對我們的修法有什麼意見 所以我們大部 都有把意見都收集 也讓勞動部參考 包括我們最近大家都在說的 休息日那天是不是 坐一就要給四小時的加班費 大家希望可以核實 做一段時間 就 老闆就只要讓樂工一段時間的加班費 另外就是特休的部分 現在法令的規定是一年的特休 就是要離隊要結算工資 希望有一些樂工 希望可以演到明年 明年可以做的效 效更長的價格 可以安排出國 頂頂這些意見 其實我們都透過各種的平台 讓勞動部那邊也知道 所以修法的部分 我們一直都很關注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屬於單位 可以知道法令的規定 來那個落實法令 保障我們勞工的權益 好 劉仁你請坐 我是說這樣 事實 理工已經開了很多項 會說聽話 事情收出來 每次一定有一部分的人 不可以滿意 這是一定的事情 不可能做很多事情 都有誠明和府民 大家都知道 我是覺得在 沒有事實 還有另外 修法以前 有一些比較少的事情 我譬如說 像我們那個政客 你知道嗎 有人開這個名點 開這個名點 開這個 在那裡 主理電 有請開在那裡洗碗 洗碗那都是用 孫心比較多 入心也有 一些派性 因為我覺得他們完全都沒有制度 因為 先說跟老闆有什麼摩擦 他們稍微減肌的 我們去就要發多少 發多少 我是覺得說 不必當事 中間叫我們法案 都照對 我們這樣就發了 這樣發到 實在是全民 大家以後都沒有飯吃 這是真的 可以用的 換得 改善 來代替 處罰 這樣 這是 本席直接幫你建議 教授抱歉 昨天 我要請教到 我們的環保局長 我記得是在 那個 好農賓 當院 我們的 這個 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以前安心說 要在全國 建 30 那個 做的 這個 混化爐 可以說 我們高雄市 應該是 有 四周的 混化爐 可以說 全國 我好像心拍 特別說三個三個 其他要再有幾個管制 沒有混化爐 所以 可以說 高雄市 算算這個 我是不知道說 我們的混化爐 剛才我 其實像 何前後何議員 問你 你說一支 可以消化 差不多 三千幾檔的 這個 生活 費 器物 當然 我們的本書 分做兩款 一款是 生活費氣物 一款是 那 現在 我知道 我們的 分化爐 就在我們高雄 那個 豬肥公 國 全國 送去的 生活費氣物 在那 要給我們收 其他 可以說 外面的 這個 青豬 如果送去 都不能收 不可以收 不可以收 我是聽說 好像工山 工山 工山當然 那是台中的 我也知道 但是也是很 環保局管的 工山 那 我聽說 第一個 率先 收我 原始的 一間分化爐 聽說 我們 這個 巡集 會去 收 一棟的 本書 有可能 三星 差不多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一 那 遭遇的 爐渣 這個 這我沒有專業 但是 我 我了解 就是這樣 聽說 我們用這個 跟他們交換 像台東那邊 本書 上來 公山 那 他送一棟的本書來 他就在這裡 車 幾棟 兩棟 東北多少 爐渣 說去 哪裡 台東的 河邊 那裡 就是 太平洋 那裡 那個地方 那這樣 像我前幾天 我聽說 有立委 在立法院 發表這個問題 報料這個問題 這 只說在我們高雄 雖然 他們帶去那裡 沒用到我們高雄 但是 我們台灣人的管制 都不好 是不是有 真的這個事情 還是 是 怎麼 陌生 事實 你說 我們自己 高雄市 的民營 的 清廚 他們去收起來 本書 我們 本書 我們 要去收 百萬市 本書要拿到 不然 有了 要搶到 百萬市 要搶到百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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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回答 請蔡局長答覆 請蔡局長答覆 中間 中間的 非區域的 一個處理 我們現在高雄市 採取的 一個 一個 政策 就是 以量 依量 比如說 剛才議員說的 處理 台東的本書 台東的本書 我們現在處理 台東他們 家庭的本書 不可 台東 必須要 1 1比1.8 我們處理 之後 這些地渣 要搶到台東 那邊 我跟議員報告 有關這個地渣 不是說 直接對 分化露出來的地渣 是這個地渣 已經經過處理了 已經經過篩分 已經經過熟化了 這個東西 包括 我們中央的工程會 和環保室 都認定說 這個東西 可以做一些 管構 或是說 基地的回田材料 這都會檢測過 所以台東 現在放在 他們 那個 他們一定是一個污水處理廠的 那一塊 就是 符合這個規定 符合這個規定 這些 處理 料的 這些再生力量 的東西 放在那裡 所以 目前第一個部分 就是 和外觀期之間 我們現在就是 以量益量 以量益量 我們處理它的本書 它要處理 我們高雄期 三星的 1.8倍的 這些 抵渣再生力量 就是我剛才說的問題 是 一檔本書來 他要請一檔 一檔 白的抵渣器 是 是不是這樣 我是覺得 你 就知道抵渣可以再利用 我們 比較不想辦法 我們高雄期自己再利用 不是 很多可以再利用的嗎 跟議員報告 因為 我們高雄期 三星的這些 抵渣量 太多了 我們一年 差不多 會三星 25萬 我們現在一直 積極的 在 輸用在我們高雄期 這些 相關的工程 包括工部 叫這邊 的 這個樓 和水力叫他們 在推動 下水道 旁邊的回田的 這些材料 不過因為我們三星的量 也是有太多 所以待會 蘇科就說 這個部分就是 外觀市的本書來 他們就要 房安 高雄期 我們處理一部分的貼渣 所以議員剛才說 一檔 其實我們這個相是 三星0.2而已 所以村的那就是 房安 高雄期 把我們三星的 我們做費 處理掉 這是一個 互相合作 補充的一個 做法 我們條件交換就對了 教長是這樣 但是 你說我也知道 是條件交換 但是你怎麼有可能 說我們自己 高雄期的本書 要拿到這點 第二步 我們跟議員報告 有關就是 我們高雄期 我們高雄期 這些本書 其實 我們現在 包括我們 南區文化唱 南區文化唱 我們現在都要求 就是 全補 處理安 高雄期的 外觀期的 都不能來 現在就是 規定這樣 工山跟林務 工山跟林務 目前這兩腳路 就是 有民間的 在操作 所以 我們也在要求 這部份 要盡量 議案 隔雄期的 這些 規定為主 所以 跟議員報告 一個所謂 9年 其實一直在改變 9年 我們 多元 市場 要公山跟林務的 量 到今年 比起來 差不多 減少6萬 所以 盡量 就是 現在我們也要求 他們這兩腳 林務跟工山 盡量 隔雄期的這些 費期物為主 主要是這樣 因為在客戶裡面 他們有管理 可以去收這些 本舍 給這些 事業費 起伏 兩分鐘 不好意思 教廷你請坐 我再請教你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這次是在說 我知道 過去 高雄期 和學平以前 高雄期的 請假隊員 是1400人 有一個 請假隊員 我是聽說 高雄館 那個時候 應該是 差不多800 這1000 的 這個 這個 鄉頂 到這個 生計隊員 我是覺得說 有一點點不公平 實際上說不公平 他們高雄期 都集中 當然大的人 比較多 本舍龍頭 也比較多 但是 你如果說 以我們產業 比我們產業 是大的人 少 但是你看 我們的環圍 看 我們的生計隊員 大家 大家 你看 他一匹 塞車 大概 四點 沒有 開始 出車 抗到 這樣 少少回 都要 那些車來 那些風暖路 都可以 大概 都要12點了 至於這點 你 你說 路鐵 民主 我聽說 五萬幾個人 但是 五十幾個 千個隊員 家庭 只有三萬幾個 有四五十個 共産 我聽說 有些 有些很不公平的地方 我是覺得 有很多 我們給他 反映 應該 這應該 他人所在 計算 他 賣一区的 地理環境 和他的民族 都在計算 你看 還可以 警察 要怎麼 我知道 當然 這個 人數費用的問題 你很難處理 但是 這真的有很多 我們的 青鑑隊 我們的 新的青鑑隊 去阿倫 要不要找我 不是他翻譯的事 我找到 聽了很多 的說 這點局長 你看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長議員 其實 這個部分 我都聽到 我們很多 我們的動員在反映 其實最主要 有一個問題 是 工作越來越多 真的是 越來越多 以前不用說 等各地做到 那麼辛苦 現在是 真的是 很多事情都要做 那 縣市合併 的時候 其實 那個時候的規範 是這樣 高雄市多多人 高雄館多多人 兩個加起來 就是 環保局 你的青鑑隊的 人數 三千四百二十八 所以一直 高雲三千四百二十八 你的原額要減轄 其實 坦白說 我們現在都有困難 主要其實 醫生還是相關的 這些人數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都用一個方式 都用一個方式 人力 可以減少的 我們用機器來代替 以前可能少街路 可能要用人 去掃什麼 我們現在盡量用掃街車 就是盡量用機器去代替人力 盡量能夠減少 能夠減少這個人力的負荷 另外一部分就是 一些工作 盡量能夠外外 可以外外 比如說一些噴油的前行 以前那些人都我們對外在噴 現在我們就用外外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大家這樣前線 謝謝 好 謝謝張文睿議員 我們請張議員來上主席台 那我先處理一下時間 今天的時間就處理到本席 質詢完畢以後再散會 好 接著下來 我們請我們趙基倫 按周臨文議員此行 時間2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張文睿 張議員 我才在納悶 其實也不納悶也不意外 今天一整天下來 倒是還真沒有人講到以利休 但是剛剛我們的張文睿同事 我們的同仁就開始講以利休了 我可不可以先跟那個勞工局的局長 政局長我跟他幾問幾答好了 我本來是想問你說 今天大家都沒有談到 你有沒有鬆了一口氣啊 請你回答我 有沒有鬆了一口氣 有一點 那你覺得比較少人問的原因是什麼 我在想是 因為這麼長的將近 從去年到現在 已經十個月了 大家對法令上面 第一個可能新聞熱度上面也過了 那其實另外一個 慢慢的也要思考就是 因為其實法令還是要落實 那過去老闆一直都沒有遵守法令 所以今年才發現說 好像有勞機法的存在 所以現在我就發現 現在已經有一些事業單位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勞機法 我跟你講一利一休這個法 你鬆了一口氣 你認為比較少人 今天跟你問的一利一休的問題 答案是因為 老公們 老闆們都知道了 你認為是這樣 怎麼樣 這也是其中一個 因為新聞這樣子 播 其實很多老闆 就已經意識到有勞機法了 那我告訴你我的答案好不好 我的答案是 中央聽到問題在哪裡 他決定修法了 我想在場會比較多人 贊成我的答案吧 這答案在你的心目中不存在 不存在嗎 修法也是一個 那為什麼要修法 因為看到中間有太多的執行商沒有彈性 而且現在的行業這麼多 每一家的狀況這麼多 它不見得是一個適合每一個勞工的法律 修了以後才知道它的問題 剛剛張議員有提到 聽說其實這個法案的來源 也是因為我們長期 也是因為我們長期在注意勞運的中委員 也就是你的前老闆 對不對 中央在一例一休的法員上 的確是許多 是我們的中孔招議委員 他提出來的 那當然是因為他有看到勞工 我不認為他全然的不對 但是是因為他的堅持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他的傳人 他又是你的主官 他甚至是你同拜的偶像 所以在過去 從開始有以利一休 你就必須扮演為這個政策全面護航 並且嚴格的宣導 就是你講的積極的宣導 而你宣導下來 我們從上個會期就一直跟您說 把勞工跟資方 兩面對以利一休的看法 持平的反應給中央 但是剛剛我聽到 你給張文润議員的答案 就是說 勞工們只希望 非常的希望 加班一個小時 可以領四個小時的錢 這件事情可以落實 對不對 這是你的取得的論點之一 我也問過你 你會不會請一個保母 照顧你的小孩一個小時 給他四個小時的錢 為什麼 一利一休要休 這只是其中一個點 他執行到現在 就是勞工看得到吃不到的點 我真正的舉例給你看 我的服務處對面 就這麼剛好一間咖啡館 以前營業到六點 我住家對面也一間咖啡館 以前營業到七點 一利一休之後 現在我服務處對面那間營業到六點 他五點打烊 員工要走都還來跟我們辦公室的同仁回首 所以我們現在比你們早走了 為什麼 因為那一小時 剛好就是他加班的一小時 老闆決定提前 讓你準時八個小時下班 那是壞老闆嗎 這兩間咖啡廳都是三十幾歲的年輕創業者 請兩個員工 他們是有理想的 但是那一個小時 他賣不到一杯咖啡 他不能一百三變成四倍啊 那一個小時他也賣不了四杯咖啡去補 去補他那個員工那個小時的薪水啊 所以就皆大歡喜提早一個小時打烊 我也沒有違法的問題 那我的員工也早一個小時下班 他是壞老闆嗎 但你認為這員工 這員工他吃得到嗎 這就是這個法 這麼小的一點地方都要調整 這個法產生了多少問題 在你看來真的只有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我真的跟你說 中委員有跟台北的立法院黨團報備 眼看著就要修法 他跟黨團請假他要迴避 這有兩個心態 一個就是不認錯 不認為自己有錯 一個就跟你一樣扎扎實實的還堅持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對的政策 他這個政策同時也讓你剛剛 陳翠然議員講的 你的PO文 這個政策傷害最大的就是那些 只能靠勞力低薪的員工 就是你的PO文那個對象 他最吃不到 他吃虧最大 這問題還有多少 我再讓你看 我接下來要講這個很簡單 還是一粒一休的問題 你先請坐 南區資源廠 從一粒一休開始 好 廠長 是不是從一月開始 我們的中區跟南區 我們委外的廠商對地方都有回饋 這回饋呢 其實包括還有 游泳池 籃球場 雨球場 桌球室 因為在當地 對我們的里民 有這樣的一個休閒娛樂設施 好啦 一粒一休以後 中區有編加班費 不足的部分 他讓他的這些娛樂設施 這些休閒設施的員工 輪休 我們南區編不出加班費 但是我們也不准人家的員工輪休 我們跟人家講說我們的里民 禮拜六 禮拜日也要用啊 那我請問你這加班費哪裡來 啊這 這誰來付 那我們在溝通協調的過程 一直說是里長不願意 其實里長說你們叫貨給他耶 他當然也知道 當然里長在里民的面前 他會認為說 哎呦 游泳池現在一天一個禮拜 休兩天我們就沒有福利了 但是相對的你們這個說法 如果我現在問政局長 你們通通違法耶 你沒有加班費編出來 你們還叫人家上班 不能休兩天 他就叫違法不是嗎 對不對 你看每個環節都有問題 我剛剛看 今年環保局到去年不是 去年不是在說 政局長說 你們的人事加班費 絕對不會超過3% 你告訴我都不只20% 你告訴我都不只20% 所以你們今年是不是 預算都沒有編足 因為大家都看看中央會不會一利一修修法 將來大家用彈性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你就是生不出錢來 你就是生不出錢來嘛 我們那個眼看著我們每一個工單位都是一樣的問題啊 對不對 來 南區資源廠我們廠長 主席還有跟議員做報告 我想南區資源回收廠回饋設施的部分我們是委外經營 那這部分是用發包的一個行事 你們委外經營給廠商發包 廠商請了南區 南區他請了15個人 15個人在管理南區這邊所有的游泳池 籃球場雨球場桌球室 他們請了15個人 按照現在的一利一修 按照現在一利一修 他在小港的部分一年要增加34萬 他在人物的部分一年要增加67萬 這個是當初他跟你們簽合約裡面沒有的 這是政府政策來的 好他也不要你政府政策的錢 他說我們共體時間 你編不出錢來給員工加班費 把這個預算編出來補貼給廠商 那沒有關係 只要讓我們遵守一利一修 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排班 每個人休兩天這樣就好了 我們還叫人家只能休一天 我想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 我們並沒有說叫他們只能休一天 我們是開 就是我們一周的一個 我們當然不會 你當然沒有那麼笨跟他說不行 你們只能休一天啊 只是開會的結果 我們就啊呦 因應黎明的要求 我們不希望你們休一天 這就是問題嘛 這就是問題 我今天不是怪你們 這錢也不能叫你出啊 我也不是替廠商要錢 我就要凸顯這個制度 它到底對不對嘛 那你們有本事 最近立法院不是也在說 你請坐 立法院的 現在媒體不是說立法委員 你就公然 你就是公然違法嘛 立法院的預算 助理的加班費也沒編啊 也沒編啊 這幾天我就 就中秋節旺季 我就很想誇獎衛生局 你知道有多少衛生所的主管 六日每天整天在外面宣導流感 宣導政府的政策 環保局也是啊 多少的員工六日通通在外面加班 你們有沒有造一粒修編 有沒有造一粒修輪啊 都有沒有 那錢從哪裡來 就是觀念啊 就是觀念 如果你還是堅持那樣啊 其實中央會修法了 中央修法是因為 因為賴神嗎 因為他看到而已嗎 是所有的立法委員都看到 行政單位都看到 我告訴你 高雄市政府所有的局處 他們面對的人都有看到 就今天我問你 你的答案還是那樣 你還是沒有看到 那你要不要將來修 那你認為中央現在要修法 有沒有打你的臉 有沒有打你們勞工局的臉 不鬆口 不鬆口 還認為自己都沒有錯 還是堅持這樣的利益 跟議員這邊回覆 其實在這幾個月以來 勞動部那邊已經有一些 函事解釋了 給事業單位很多的彈性 包括休息日的加班費 如果在勞資合一的情況之下 它是可以用補修的方式 至於做一給四 甚至於勞動部的函事 它都可以停止休息日的加班 何時計算 所以其實我覺得勞動部目前 已經做一些函事給 以利益修一些彈性了 那當然了 現在勞方說要修法 跟資方說要修法 他們的修法所要的東西 其實目前是還沒有一個共識的 只怕將來修了法 不管 還是會有爭議啊 我同意啊 你不可能修出一步 你只要用法律來修 台灣的法律跟人民的生活 其實都幾乎都是遙遠的 都是遙遠的 我必須這樣跟你們講 所以才會 為什麼這件事情的衝擊那麼大 沒關係你請坐 我也沒特別說要責怪責怪你 但我認為 我真的認為一個主觀 我再跟你重複那一句話 如果以你這麼堅持 像跟中委員一路都認為 你們對勞工的努力沒有錯 台灣的勞工不會薪水越來越低 我就一定說你們哪一個環節 我們所有的那號稱工會的 號稱勞工工會的 號稱那些打著替勞工講話的勞團 如果每個人每一步都走對了 台灣的勞工哪會現在這麼低薪 台灣怎麼會淪為這樣的勞工市場 那個環節是大家一起要來承擔的 你到現在還這樣子看 你們如果還是這樣子看 台灣的勞工是沒有希望的 好 我質詢到這裡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今天下午 議程到處為主 下個禮拜三 因為聯繫加入 禮拜三上午九十 繼續開會 散會 先來 便會 請